这里可以提示讲以下的这些哪一个不湿人类神经系统的构造 这是主神经这是脑神经皮肤跟大脑 所以不湿的话就只有皮肤 以下哪一个感觉的器官是感受到触摸疼痛跟压力 触摸疼痛跟压力的话在皮肤那一边 这是嗅觉这是情觉这是味觉所以就是手因为是皮肤 下面的图显示两种眼睛的残疾 是哪一种这个残疾是被X跟Y代表的 这是X这是Y这个是需要戴这样的眼镜 这个是需要戴这样的眼镜 所以这个的话是Rawent Ja'u跟Rawent Degas 你看他的那个眼镜就知道这个是凹进去 这个是吐出来的 下面的资料显示一种植物的反应对于某种的刺激物 它的不就会长去这个Rawent Ja'u的方向 让这个植物可以得到很多的阳光 阳光的话就是photo啰 所以phototropism 第五题以下哪一个是不受控制的举动 不受控制的话是心脏跳动 你control不到它跳快还是跳慢 以下哪一个是对的 对于这个空气的成分在我们吸进去的跟吐出来的 Vitrogen gas我们吸气跟吐气都不会用到 所以它保持一样是正确的 但是不是71%是78%才对 这个飞起来 然后正确的应该是这个 就是吸进去的二氧化碳只有0.03 但是吐出来二氧化碳就会变多 就会变成4% 以下的这些哪一个是呼吸系统的疾病 所以是这个 那个是那个肺气泡萎缩 就是不会膨胀回来的 下面图显示人类的肺气泡的构造 为什么肺气泡的墙壁只有一个细胞的薄度罢了 以便氧气可以被搬得很有效率 它不会只让这个氧气 一定要氧气能够进去二氧化碳 它能够出去两个才对 不会单单讲一个而已 所以这个的话单单讲一个就不对 然后这个是讲被污染的空气 可以被过滤这个错 这里是讲到二氧化碳罢的时候也错 所以当然是这个一片气体能够渗透的很容易 因为所有气体都要 什么过程可以让这个水渗透去细胞 叶子的细胞 所以叶子的细胞 只要有水一定是osmosis 这个什么都不用看 transpiracy的话是整腾就是讲水从这个泥土这边被这树根吸收 然后送到树干再送到叶子 再从叶子的stoma排出去 这个叫transpiracy 这个是要水进去到叶子这边 水一定是用osmosis 第一次提一下的情况哪一个会造成stoma的洞打开 所以是当这个阳光的亮度够高 让它可以进行光好作用 它就会打开 因为打开才可以接收到 才可以吸收那个二氧化碳 才可以进行光好作用 以下的这些哪一个物质是植物细胞的需求 是被搬运 被这个搬运系统搬运的 是植物药的东西 所以植物药的东西就是水跟矿物盐 图片显示一个生物 怎样这个需要的物品的搬运 可以发生在这个生物 为了支撑它的生活的延续 就是它不会死 所以这个的话是单细胞生物 所以用resaban就可以直接渗透进去 下面的图显示这个人类的心脏的横前面图 它问你的是X跟Y的血 是哪一种血 所以这边我们知道是从身体回来的 然后身体回来的过后它会送去肥 然后从肥回来 再从心脏去到身体 所以X这边是从身体回来的 所以一定是没有氧气的血 Y这边是从肥回来 所以一定是有氧气的血 在下面的这个图显示 四个学生的血型 有A,B,AB跟O Ivan的血型是O型 然后他需要输血 所以可以捐血给他 他是O型 所以可以捐血给他的 就叫Defty吧 列出一些因素会提高 Transveracy的速度 就是那个蒸腾的速度 所以温度更高 他就蒸腾的快 因为还要散热 这样天气热 我们会流汗降 然后光的亮度提高 会因为他要进行多一点光合作用 所以他就需要更多的水上来 空气潮湿度高的话不会 因为空气潮湿度 就是代表空气中的那个水分子 水分子很多的话 这样叶子的那个水就没有办法出去 所以蒸腾不会提高 空气移动的很小 就是讲没有风 没有风的话也不会 因为那个水分子是在Storma的表面 靠风吹把它带走 所以没有风的话也不会 所以是A 以下的这些矿物质 哪一个会被找到 在地壳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找到的 所以就Para 因为还要的是矿物 如果这些这个的话是有杂质的 下面的这个资料显示某种化学的等式 有一个金属的carbonate 就是碳酸物 被加热过后会有金属的氧化物跟X气体 以下的材料哪一个可以被用来测试 Gas X 所以你要知道Gas X是什么东西先 所以Gas X的话 carbonate的话是碳酸 碳酸的话就会产生二氧化碳 所以这个东西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要测试的话 用石灰水测试 所以遇到二氧化碳会变成浑测 浑测叫 Coro 会变浑测 这个Berbara的话 是有一个红红的火的 如果它遇到氧气 Oxygen的话 它的火就会变成像 蜡烛烛这样子的火 这个Larulam Column Magnet 7 Burr Acid 你们还没有学过的 这个会在Fung4的Kemia 化学那边会学到的 它的测试方式是 它会测试 那个成分有 Igatan Duaganda 就是两倍连接 还是三倍连接 所谓两倍连接 三倍连接的意思就是 比如说二氧化碳是CO2 它的连接性是 C配一个O 再配一个O 这个叫做一倍的 有些是这样子配的 就是两倍Igatan 像我们讲的那个 Hemoglobin那个红血素 如果它是OxyHemoglobin的话 它就是 单一的这样连接 可是如果是 CarbosyHemoglobin 就是跟一氧化碳结合的话 它就是 Dualganda两倍的 两倍就是拆不开的 所以用这个东西 可以去测试看 它是两倍还是三倍 所以你们有学到的 这个Decromat的 你们也是还不会学到 它主要是一个 Agent 粉Oxidase 就是一个氧化剂 就是如果那个东西 氧化很慢 我就会加这个 加这个La Rutan Cardium Decromat 气 加进去里面 它的那个氧化速度 就会提高 这个我们也是 还没学到的 下一个是说 以下之中 哪一个会形成 Malegium Oxida 就是氧化酶 氧化酶的话 就是要酶 跟氧气 才会有氧化酶 在下面的这个图标 显示这个 反映度 大家是那个度 反映度对于 金属 XY和Z 跟这个氧气的 X就比较 没有这么活跃 Y就很活跃 Z就是活跃罢了 它问你哪一个 可以代表 XYZ 所以你要知道 它们的那个排列方式 这里有 Zin Bercy 所以我们就要排 那个 Karlow Nachari Markanan Ater Zat Furrum 这些这个排出来 我们才懂 最活跃的是水 越上面 就会越活跃 所以 最上面是Y 所以我们找到 那个Y 是最上面的 所以如果我找了 Malegium 在最上面的话 像这个 Malegium 在最上面 这样我下来 只可以是 Aluminium 到Z 所以我的 Zack是Active 这样Zack 就会是Zinc 然后再下去 就会有 Karlow 就对 总之你三个排出来 要照那个顺序 你一定是 三个Active 在上面 然后下面是Active 在下面的 这股让Active 以下之后 哪一个是 开采矿 或者是那些 矿石的 工业的重要性 保障 保障 本地居民的安全 刺激国家的经济 作为一个供应 给别的工业 减少 全球暖化的效果 我们去开采 这些东西的重要性 不可能为了安全 去开采 开采的话 一定会造成一些污染 所以不可能可以减少 玩具效应 所以只有2跟3正确 开采就是为了提高经济 跟提供资源 给一些供应 在下面的图 显示 一个图片 是光线的图 在人类的眼睛里面 圈出这个影像的特征 形成在这个retina上面的 树 原本长这样子的 后来是倒反 倒反叫松伤 然后原本这么大 变得这么小 所以就猛了酒 原本这是个旧 变小就猛了酒 在下面的这个图 显示人类的舌头的区域 它敏感于味道 然后排1234 这个是garam 是盐 盐在前面 3号 这是柠檬的话 是酸在后面 或者是苦瓜 所以是苦1号 这个是蛋糕甜的 在前面 动物怎么样呼吸 配对呼吸的构造 给以下的动物 鱼的话用塞 杂母用气管 蝴蝶也是昆虫 所以也是用气管 然后青蛙用草叙的皮肤 在下面的图显示 交换气体 在植物这一边 这个过程 下面的过程 要用号码来代表 在这个图片有1234 排出二氧化碳 所以应该是呼吸 所以是这个 排出二氧化碳和氧气 两个都有 所以应该是这个 因为它做光合作用 有排氧气 然后做呼吸的话 就排二氧化碳 摄取二氧化碳和氧气 应该是这个 因为它做光合作用 它拿二氧化碳 然后它呼吸又拿氧气 然后这个是只拿氧气 的话就这个 因为晚上只会呼吸 就只拿氧气 下面的图显示 人类的血的成分 标示出红血球 跟这个血浆在下面 所以红血球会沉 血浆会浮 下面的图显示 人类的心脏 在这个图片里面 画这个箭头 来显示出这个 没有氧气的血的流动方向 还有要Label Atrium出来 Atrium是上面两个部分 这边 然后雪流的方向 这边进来出去 这个正确 在下面的图显示 树干的横线面图 表示Celum跟Fluem 在那个图片里面 Celum的话 是比较靠内选的 所以如果这个选的话 里面的这个 半粒半粒半粒的叫Celum 外面的这些叫Fluem 要你打勾对于正确的言论 关于Transpiracy Transpiracy是一个过程 是去水分去到空中 从这个叶子的表面 这个堆 水分会流失 从这个植物 是通过植物的根部 这个部队 都应该空着 然后Transpiracy 可以帮助水的搬运 还有矿物盐的搬运 在这个植物这个堆 以下的图显示 反映在X金属跟氧气之间 所以这个管里面 全部装氧气 然后这个是X金属 根据这个图里面的反映 化现正确的答案 X金属有反映 跟这个氧气 它是很激烈的反映 因为你看到这个火 而且你看它画很多 这个代表很大的光芒 这是因为X金属 看起来灶火 很亮的火 在这个管里面 所以它很激烈 另一属一个粒子 给这个logamX 就是这个金属X 还有它的这个反映的成果 所以这里随便放一个金属 放magnidium出来 就是magnidium oxide 阿玛不小心踩到铁钉 生锈的 当他走路 通过一个建筑工地 列出这个反映的种类 被阿玛做出来的 当他踩到这个铁钉的话 所以他是不受控制的行为 正确 阿玛感觉到痛 由于他踩到铁钉 解释 为什么 会感受到痛 是因为他的 那个信号有被接受到 所以你要讲到 他的信号从哪里来 所以他的信号 是从这个receptor circuit 痛的这个receptor 接受到这个软散案 他接受到刺激 然后他就会把这个impulse 送去大脑 送去大脑就 大脑就会去分析 所以会有这个 Mantafseer 这个应该是写出来 是F 然后SIR 大脑会去Mantafseer 这个impulse 然后就会做出反应 所以他就会把脚拉开 阿玛被送去Clinic 马上送去 Clinic是诊所 为了得到这个 破伤风的诊 提一个身体的部分 适合给他打诊 然后给出你的原因 还要打哪里 所以应该是要打手臂 就是你的身体的部位 一定是打手臂 或打屁股也可以 可是破伤风针没有 那个剂量没有很大 所以就通常打手臂 如果剂量很大 很像10ml还是超过的话 去打屁股 原因的话是因为 在这个手臂的这个epidemis 又手臂的神皮层 它比较厚一点 然后它比较小的这个 receptor socket 就是痛的神经炎 所以它就可以减缓它的疼痛 这个你可以直接用 稳无让肝 剂肌蛋 可以减少它的疼痛 在下面的图显 是这个电体的按钮 在一个公寓 被阿玛住的 阿玛发现到 有一个男生是瞎子 他在摸那个 电体的按钮的图形 在他按这个按钮之前 讲出这个感觉的器官 被这个盲眼的男生用的 当他在按这个按钮 所以他在用的这个的时候 是他的皮肤在用 因为他用那个触觉 所以是皮肤 在下面的图仪显示 一个平面图 给这个大门的 公寓的大门 被阿玛住的 对于一个盲人的话 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这个大门的这个通道 有这个龙缸打开 这是不安全的 作为其中一个居民 阿玛想要去改善 这个门的这个走廊 用一些有的这个材料 像下面这个图 就有这个瓶盖 还有这个PVC的那个 香壶 就是把它那个粘起来的 画出这个改善 在这个平面图 在上面那个图一 然后解释它怎样操作 所以这里是龙缸 然后很危险嘛 这是通道嘛 所以他应该要在这个打扎的位置 放很多的瓶盖 这样他就不会走进去 那个 就不会踏进去那个龙缸那边 所以你可以把瓶盖这样放 围起来 因为它走着有那个洞杆 所以它碰到那个瓶盖 它就会散 就等到那边有危险 所以我们可以捏那边 所以Banuto Bottle的话 它会变成这个 它会让这个走廊的表面不平 然后这个人就可以去看到它 然后这就可以帮助这个 帮助这个男生 让他不要掉进去这个龙缸里面 在下面的图显是一个过程 它发生在人类的呼吸的机制里面 这里有气管 trachea 然后这个叫做 都让我说肋骨 这个的话你应该要写 应该是要写 Longa Torex Longa Torex的话是胸腔 如果胸腔的话 它会标里面 可是它没标里面 它标那个骨头 所以就是Dulang Rusuk 而且它是要它的那个构造 然后下面这一片的话 这Diaphramma很革谋 Diaphramma有一个G 这边是不要错了 这是前面那几个的XYZ的那个 Label就是那个肋骨那一边的 有什么过程会发生在上面的图呢 解释你的答案 上面那个图的话 是在吸气 所以空气会被吸进去身体里面 有什么东西会发生 对于这个Longa Torex 就是胸腔的体积 当这个过程发生的时候 这是吸气 所以里面的这个体积会变大 然后你要用Bersa也可以 所以通常我们会用Meninggat 就是上升或者用Bertamba增加 什么东西会发生 对于这个气压在这个胸腔里面当这个过程发生 所以这个气压是低的 因为你要吸气 要吸气的话空气要进去 空气要进去的话一定是外面高 里面低 它才有办法进去 如果外面如果里面高的话 反而是把它推出去 空气就没有办法进来 所以里面气压一定会低 什么事情会发生 对于这个空气在肺的外面 所以肺的外面的空气 就会移动进去 会进去你的肺 因为外面的空气的气压高 就会推进去 完成这个流线图来显示 这个空气的流动去到肺 所以从鼻腔去到咽喉 再去到那个咽喉跟气管之间的那个管 然后去到气管 然后还有支气管 然后这个是分支气管 然后才到肺气泡 在下面的这个图片显示 这个烟雾的情况 现在在被我们面对的 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你的意见这个情况 如果没有这个干净的空气的话 会是怎么样的 我们会面对健康问题 然后 这一个应该是写错字 应该是 可卡伯然 板档案 板档案是视线 可卡伯然是模糊 然后 浓作物会越来越少 然后会发生文字效应 然后造成全球暖化 这个对 提一些方法可以被做 被拟做来维持空气的干净 可以被做的就是 分享汽车 就是不要自己在开车 然后 这个烟雕 必须要被阻止 这个正确 读下面的这个短文 关于抽烟的 抽烟是一个上瘾的 一个物理上 就是身体上的一种上瘾 还有一个生理上的一个习惯 你固定从这个香烟这边 会给予一个暂时的兴奋感 被造成于这个好感 在头脑这一边 一个人有可能会变得比较习惯 对于抽烟成为一个方法来 对抗压力 抑郁 担心 或者是无聊 将出两个香烟的感冻 感觉它的成分 或者是烟的成分 可以破坏人类的健康 所以是尼古丁跟那个胶 这个是肺跟那个肺气泡 它不是成分 作为一个父亲 恩在令 想要阻止这个抽烟的习惯 为了孩子们的健康 还有老婆的健康 以便他们不会成为吸二手烟的人 提一些方法给恩在令 让他可以停止抽烟 所以他停止抽烟的方法 就是去运动 然后还有去看电视 读书这些都可以 如果一个人 他吸入过多的液氧化碳 有什么后果 对于搬运这个氧气 在他的红血球细胞这边 然后解释为什么 他的原因是因为 一氧化碳的话 他会比较容易跟这个 红血球结合在一起 比较起氧气 那什么东西他写错了 那个平银 然后就会导致这个oxygen 不能够到达这个细胞 这个的话你拿不完 哦因为它两分不了 重点你要写到那个oxygen 不能够跟那个harmoglobin结合 所以就没有oxyhemoglobin 没有oxyhemoglobin的话 细胞就拿不到氧气 然后细胞就会缺氧 然后那个人就会感到累 如果是脑细胞缺氧的话 那个人就会死 在下面的图显是血液循环通过这个心脏 要你列出A跟C的名字 A是进来的 所以是Vena Kava 大静脉 然后C是从生理出去 所以是大动脉 解释为什么这个血重低的 会有最高的氧气浓度重低 这个是肺进来的 所以它肯定氧气浓度高 所以就这个 从肺来所以它肯定高 不可能从心脏来 因为这口就是心脏 然后血管 哪一个血管会bump血 从这个心脏去肺 心脏要bump去肺的话 就是要肺进脉 所以是B哦 然后 有什么差别在 Athereum跟Ventricle Athereum是上面的 Ventricle是下面的 差别在于 它们的墙壁厚度不一样 跟它们bump的那个方向不一样 Athereum是要 把血bump去Ventricle 然后Ventricle是要把血bump去降动 或者是你可以降 Athereum的那个墙壁比较薄 Ventricle的墙壁比较厚 然后 为什么这个Ventricle Kiri 左边的墙壁会比较厚厚过右边的 因为左边的话 它要bump去整个身体 所以它的压力比较大 所以它的那个墙壁比较厚 有什么重要性给这个Septum Septum就是中间这一块 肌肉它是为了让这个Oxygen跟ThirdyOxygen的血 不要缠在一起 这个Ventricle是NG 少一个G 在下面的图显示几张海报被推广出来 为了要鼓励大家以便照顾心脏的健康 提议维持健康的心脏的重要性 为什么重要 所以重要是因为可以减少这个心脏病 还有可以确保身体会比较敏捷 绿色植物被显示在下面的图片已经枯萎 然后已经死掉在三个星期过后 为什么这个绿色植物会死掉 因为它没有没有得到食物 应该是迪丹门达巴马甘纳才对 因为达巴是能够后面应该配冻子 应该是迪丹门达巴马甘纳 然后你放一个蓝的话 其实这里可以给零分的 因为也就是完全不完整 它这边的这个Kulikayu被拿掉 也就是将它的Fluen被拿掉 所以上面做好光合作用过后 食物pass不下去 所以下面这个部分就开始枯萎 这边的部分开始枯萎 下面就跟着枯萎 所以下面枯萎的话 水分没有办法上去就上不去 上面也会慢慢枯萎 然后就死掉 所以应该是它得不到食物 什么东西能够被观察到 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所以是X的部分会肿胀 应该是Bahagian X不是等巴胆 Bahagian X会肿 然后Bahagian Y会猛而出 解释你的答案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是因为那个食物 全部堆积在X的部分 所以X就肿起来 然后Y那边得不到食物 所以Y就会猛而出 不可以用等巴 全部要改成Bahagian部分 等巴的话是地方 如果你放等巴蛋的话 是本地也不对 这个是用来形容可能当地人 还是本地水果之类的 画出你的观察 在一棵树这边 用这个 还要显示出这个Gagalang 就是那个圈的部分 在这个周围 它被公开的 过了一个星期过后 所以上面会种这个堆 然后下面应该还要画枯萎才堆 所以你应该是这样画 比如这些棵树 你就画这边 大一点 然后这样子 然后下面你就画小一点 因为它萎缩 这样 比较明显一点 那个萎缩 什么将会发生 给这个植物 如果太多的水蒸发 从这个植物这边 通过蒸汤 在非常热的天气这一边 所以如果是非常热的话 这个植物细胞 就会失去水分 所以它就会 应该是 这里有看我来写什么 应该是 Gagalang RA 就失去水分 Yambania 或者我们会直接用 Dehydra C 就是脱水 它就会缺水 会脱水 然后如果这个情况持续的话 Berterusan就是持续 如果这个情况持续 这个植物就会死 接下来是 这个植物怎么样去维持 水的含量 当天气很热的时候 天气很热 它就把Lean Stoma 关掉 这样就不会 Transpiracy 在下面的图显示 一个活动 被Ramley进行的 为了研究 热能的反应 对于这个石灰石 也就是Calcium Carbonate 什么东西能够被观察 在这个石灰水当 在实验的最后 所以这个Badukarpo被烧 所以它就会释放 因为Carbonate 就是碳酸物 它被烧 就会释放二氧化碳 所以二氧化碳进来 这个Iacarpo 就会变混濁 它释放的气体 是什么 是二氧化碳 写出一个等式 文字的等式 来代表这个反应 所以它被烧出来的话 Calcium Carbonate 就会变成Calcium Oxida 然后这个Carbonate 就会变成Carbon Dioxida 在下面的图显示 一个器材 它被用来观察 这个金属的活跃度 跟这个氧气之间 Aluminium的话会烧 然后它会有亮的火 然后会 就是那个火会蔓延的很快 Zin的话 它是Nia La An De La 是慢慢的蔓延 Cuprum的话 是有红红的火 然后是暗暗的 列出在这个实验里面的变数 这个是要固定性变数 所以就是金属的分量 敏感度或者是火约度 没有办法控制的 没有办法固定 因为没有办法控制 就没办法固定 操纵性变数的话 就是金属的种类 反应性变数 就是看它们的敏感度 怎么样 有火没有火 还是烧得很快 烧得很慢 Hurper-Campagne 器有什么功能 它的功能就是要提供氧气 这个错应该是门不高 门不高才是供应 门的高干是维持 不可能维持氧气 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的话 就是要知道这个金属的这个反应 跟这个氧气之间 所以应该是 这应该要写 萌额达乎义吧 萌额达乎义是知道 但是实验的话 不会用萌额达乎义 实验 我们会用萌卡基 就是研究 应该是温度萌卡基 萌额达乎义 就可以了 后面不需要 就是研究它的敏感度 跟随 根据你的观察 要排列一下 这个敏感度 这三个金属之间 根据它们 门额达义是下降的 就是从最活跃到最不活跃 所以就是 Aluminum zinc 这个真学 这个真学